大家好,我是JY 今天來聊台灣的塑化公司 是很多人長期持有的標的之一 現在就立刻進入正題 今天是回應這位網友 想要知道的公司是台塑 公司簡介台塑全名為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在1954年成立 原名為福茂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在1957年更名為宣明至今 是由我們台灣的經營之神王永慶 及其胞弟王永在所創立的 當時一天僅生產4公噸的PVC粉 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小的PVC粉工廠 其後陸續成立各種專業管理幕僚單位 協助建立各項完善的規章制度 推動管理制度化 制度電腦化 電定企業追求現代化的經營管理 主要經營業務為塑膠原料 塑膠加工 精密化學及纖維製品等等 是台灣最大的石化集團 也是台灣PVC粉最大的生產廠商 台塑經過60餘年的努力 已經發展成為大型的集團事業群了 集團關係企業有 台塑 台化 南亞 台塑化 周邊事業有 福茂 台塑中工 台塑生醫 台塑海運 台塑通運等等企業 電子事業有 南電 南科 南亞科 福茂科 台聖科 台塑集團發展到現在 已經成為一個強而穩健的集團公司了 體質檢視 台塑的本業收入比例是71.34% 標準是要高於80%以上 從2021年第一季的財報上來看 業外收入的部分有 利息收入是5800萬 其他收入是3800萬 其他利益及損失是6400萬 三者合計是1.6億 這些都是佔比較小的 來看一下佔比較大的是 採用全域法任列之關聯企業 及核資損益之份額是52.37億 關聯企業有 台塑石化公司 台塑美國公司 台塑重工公司 貼農公司 等18家公司 合資的部分有 台塑序彈性纖維公司 台塑大金公司 台塑山井精密化學公司 台塑德山公司 這部分與去年2020年同期相比 24億是大幅的成長 其中可以看到 台塑石化公司 今年是貢獻49.28億 而去年是虧損26.95億 明顯的看到 業外收入是不穩定的 如果要長期持有台塑 本業收入及業外的貢獻 這部分是要持續的追蹤 台塑除了本業收入比率 略低於標準以外 整體體質都是在標準之上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獲利人力 台塑從1964年上市 至今56年 是老牌的公司 網路上個人只查得到 1990年以後的獲利資料 獲利最差的年度是在2001年 EPS是1.58元 台塑是景趣循環股 獲利是很不穩定的 可以看到近10年的獲利 最高的年度是在2018年 EPS是7.78元 獲利最低的年度是在2012年 EPS是2.43元 其中關鍵就在於景趣的需求 台塑是塑化公司 與油價有相當程度的關聯 每當油價上漲 新聞就會報導台塑營收增加的利多消息 而當油價下跌 台塑的營收也會有出現利空的消息 也就會讓投資人聯想到低油價 會使台塑獲利變差 這很容易讓人解讀成高油價就有高獲利 低油價就會有低獲利 油價的走勢會不會與股價呈現正相關呢? 其實是不盡難的 主要是供給需求及成本的關係 高油價生產成本大幅提高 供給是一樣的 但需求沒有大幅成長 獲利也勢必是不好的 舉例像去年2020年 雖然低油價但疫情的關係 需求並沒有大幅成長 而且7月通常會保留一定的原料庫存 之前高油價買進了 因此會有一段時間造成庫存的疊價損失 直到高油價庫存出清了 才會開始受惠低油價庫存的成本 不過在初期任列的疊價損失的期間 就會影響到獲利能力了 景氣不好導致油價在低檔 在產品需求不好的情況下 售價也不會那麼好 而台塑的獲利就無法有效的提升了 可以看到台塑去年2020年的獲利 其實沒有很亮眼 EPS是3.15元 是創下近6年來的新低 今年2021年 台塑第一季的營業收入是606億 是較去年2020年同期的420億 是成長的44.28% 營業毛利是165.6億 是較去年2020年同期的53億 是成長的312.45% 營業淨利是128.85億 是較去年2020年同期的24.92億 是成長的513.64% 最後淨利是149.6億 是較去年2020年同期虧損的3.94億 是成長的3900% 成長率是非常的驚人 EPS是2.35元 是創下近10年來同期的新高 表現亮眼 3億的部分也是創下近期的新高 表現都是相當不錯 主要是在第一季美國德州石化廠 受2月中旬暴風雪影響 全球市場供需失衡 石化產品價格大漲 力差擴大 因此今年第一季的獲利 是較去年大幅成長 鼓勵政策 連續38年配發鼓勵 發出113.4元 這邊只是查到1990年以後的資料 所以台塑的鼓勵應該不只配發這樣子而已 台塑今年的鼓勵是配發現金2.4元 是創下近6年來的新低 近5年的平均雲魚分配率是74.74% 雲魚分配率是穩定 但配發現金波動是比較大的 台塑受景氣循環影響大 EPS波動也比較大 每年配發的鼓勵多寡也就相差很多了 股價評估 這邊還是要強調一下 價格只是個人認為的價格 沒有任何推薦個股及買賣的建議 台塑的便宜價為63元 合理價為81元 昂貴價為107元 台塑對第二季的展望 在第二季進入傳統旺季帶動下 第二季的營收會叫第一季成長 針對油價 疫渠油價也將是持續穩健 但疫情嚴峻 使得油價上檔有塵壓 台塑將無法轉嫁高價原料成本 而需求會減少 部分產品價格將會下跌 不過整體而言 第二季各項產品平均價格及開工率 仍會高於第一季 因此 預估第二季的營收會比第一季成長 台塑是景趣循環股 會有連續多年的上漲 如果買在正在向上走的循環 自然是笑嘻嘻的 因為拉回就是買點 多頭怎麼買怎麼賺 但是也有可能買在向下走的循環 操作難度就是倍增 沒有操作好還有可能長線套牢 每種產業的循環週期 都有可能有不同的循環期限 有的可能連續衰落個3到5年 也有可能連續衰落10年到20年也不一定 所以景趣循環股的操作策略 就是近代落底 反轉信號出現再進場 但這個是最難判斷的 而台塑現在是不是 景趣循環的高檔 或者是低檔呢? 投資朋友就自行判斷吧 本集影片就到這邊了 謝謝你的觀賞 如果喜歡麻煩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下部影片見 掰掰 按讚訂閱分享 按讚訂閱按讚